一阵巨响过后 俄军黑海舰队总部 被乌克兰军队精准的轰炸了 留给俄军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关注中文talk 9月20号中午啊 或许是俄乌冲突爆发后 俄罗斯黑海舰队最悲情的一天了 一阵巨响过后 俄军黑海舰队总部 直接被一锅端了 整个指挥部大楼 被乌克兰数枚导弹饱和攻击 据乌克兰方面的消息 袭击至少造成了俄军9死16伤 其中包括了俄军的几名高级将领 如果消息属实 那这次乌军袭击所造成的战火 绝对是俄军冲突爆发之后 乌军打击黑海舰队人员战绩最丰厚的一次 有一说一 乌军袭击俄军黑海舰队的基地也不是第一次了 就在不久之前乌军还通过乌人机 袭击过一处指挥所 按理来说 已经被打击过之后 俄军黑海舰队总部的防空级别 应该提到了最高程度才对 可为何俄罗斯方面 就是守不住黑海舰队总部的上空呢 从俄军防空力量在整个俄乌冲突中的表现 以及乌军近来对俄军发起的打击行动来看 这其中的缘由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就是俄军的防空力量 从一开始就被外界高估了 事实上 这几周来 乌军一直在对俄军发起空气 从克里米亚再到黑海舰队总部 据不完全统计 在这段时间里 乌军至少让俄军的一艘军舰 一艘潜艇 一座机场 以及一套S-400防空系统 失去了作战能力 这才不到半个多月的时间 他们又成功打击了黑海舰队的大本营 这一切都意味着 对于乌克兰方面而言 俄军当前的防空力量 或许确实是暴露了弱点 其次 乌军对俄军发起的打击行动 已经逐渐变得多元化起来 这导致俄军可以说是防不胜防 从九月中旬开始 乌克兰方面就利用西方援助的各型导弹 加大了对位于克里米亚 俄军军事基地的攻击频率 再加上乌克兰本国的军需物资的补充到位 乌克兰军就开始了多样化的攻击行动 不像之前只能用无人机 以及一些可以用于对地攻击的防空导弹 现在乌军的打击手段已经拓展到了无人机 反舰导弹以及隐身巡航导弹等等 虽然乌克兰这些手段无法频繁使用 尤其是反舰导弹 巡航导弹之类的武器 数量并不多 但在北约提供的情报系统的协助之下 乌克兰还是能够凭借着这些为数不多的机会 对俄军高价值军事目标造成重创 可以预见的是 随着乌军未来手中的巡航导弹 和弹道导弹之类的数量越来越多 他们对目标进行精确打击的能力 也将会越来越强 到那时候 不只是克里米亚那些与乌克兰接壤的俄罗斯相关各州 必然也会面临着频繁的空袭事件 所以留给俄罗斯军队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如果在正面战场上 俄军无法彻底击溃乌军的话 那么俄罗斯很有可能失去对乌克兰战争的主动控制权 好 各位网友 我们关于俄乌冲突的境况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